你知道電影台的重播皇后是誰嗎 答案是啟蒙 張敏 男生是收信使女的是張敏 他們就說重播率是最高的 那重播率最高表示說 她的電影是收視率非常好 才會一再的重播 重播率有多高呢 看看這項數字就知道啦 根據2015年的統計 張敏一共出現在電視上893次 等於說平均每10個小時 就會看到她一次 所以三不五時大家會覺得說 有嗎 她有彈出演藝圈嗎 她的舊作一直在重播 就讓大家會覺得說 這是個重播天后 重播女王 酒餅芝麻關是跟周星馳的 還有賭勝是跟周星馳的 陶雪威龍是跟周星馳的 甚至啟蒙 所有人都知道啟蒙 你叫什麼名字 女同志 我叫啟蒙 啟蒙 拜拜 好性感的志啊 大家氣不覺得周星馳就 甚至思念她 愛她 愛慕她 愛不到 這個手背就點一顆痴 就可以啟蒙啟蒙這樣 哇 大家印象就好深刻 從此啟蒙成了張敏的代名詞 所以你說張敏後來之所以 這麼受到歡迎 周星馳功不可落 因為這兩個人 所謂的螢幕搭檔 螢幕情侶 塑造了非常非常多 很好的反差的效果 阿比妹妹說 每個禮拜一跟禮拜四 晚上七點半 台灣打搜索頻道 不見不散 阿比在今晚